Miu變異病毒株早在今年6月已在香港出現 但政府在傳媒查詢後才對外公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子 被問為何不主動公佈時沒有正面回應 衛生防護中心一直密切留意病毒整體狀況 但最重要是我們有嚴謹的外防輸入一系列措施 令任何變種病毒無論新的、舊的都不會進入我們的社區